來看看今年第一批的野生烏魚 在彰化縣西鄉捕撈上岸 民眾聽聞消息之後 紛紛趕到漁港來搶購新鮮的烏魚 1200尾幾乎銷售一空 捕撈業者近賬超過了20萬 就好像是提前先領到了年終獎金 而今天的烏魚子因為氣溫焦高的影響 目前烏魚子都還比較少 預估到冬至前後 可以收穫較大的烏魚子 姜絲道路麻油爆香 香氣撲鼻而來 新鮮的烏魚大火煮滾 再放進米粉蒜苗 鮮甜美味的烏魚米粉湯 令人口水直流 另外肥美的烏魚標大鍋樂炒 這一位更是不少老饕的最愛 烏魚美食上桌 大家就知道今年第一批仙頭屋 彰化漁民從嘉義布袋港撈回來了 三顆就穿魚 昨天這樣抓母的 根工的大概7.3 母的比較多一點 這麼多是大概可以賣多少錢 手批也剩烏魚捕撈上岸 價格也出爐 烏魚子一斤大約一千二到一千四百元 烏魚肉依照體型一斤一百到一百五十元不等 烏魚標一斤五百元 而烏魚建一斤可以賣到八百元 民眾聽聞消息紛紛前來搶購 壓性的當然比較好啊 怎麼說 比較新鮮啦 那個肉肉 比較甜啦 如果繼續比較多沒關係就行了 沒關係 那先吃一點點吃起來 我沒有幫你給你吃 吃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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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鳴說現在氣溫較高影響 烏魚子普遍還比較小 等到冬至前後天氣夠冷的話 捕獲的烏魚才能取到份量夠的烏魚子 如果今年數量夠就可以過個好年 記者林一峰 視頻華 彰化報導